当然我们可以有时间去大自然里面 我们除了鞋在草地行走下 就可以做到接地器 但是城市人工作这么繁忙的时候 其实现在市面上已经是有一些接地器的产品 在我们的健康店 这里有很多的客人买了回去家里 每一天都可以接受到这个接地器的治疗 接地器的产品可以在我们陆创意的健康店 可以买到的了 联络电话是28824848 欢迎收听原网台的自然疗法与你 我是Della 今天会继续和袁大明自然疗法医生 和大家分享一些最新的自然医疗资讯 和最新的发现 让你和你的家人都可以享受到健康快乐的人生 Hello 袁医生你好 Della好 大家好 近日的天气由原先每一天差不多接近三十三十一二度 一转又转回到现在 早晨、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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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晨 只剩下25度左右 那天气的骤变 真的是秋天来着了 再加上之前有些时子打过了 相信方家有很多人出现了身体感冒 尤其是发烧的问题 虽然发烧的问题可能在我们的网台里面 也已经帮听众探讨过和介绍过了 但这个题目是老新常谈 也希望可能 希望袁医生今天再帮听众 再解释一下 再介绍一下 当一个病人 无论家人也好 小孩子也好 甚至全家人都一起发烧的时候 我们只能做些什么 令到可以将这个病情 尽快处理到 正确的处理方法呢? 时不时 我们今时今日 只会遇到一些病人 因为家里有小孩发烧 很紧张很紧张的 虽然我过去在我们网上 也说过很多次 关于发烧的真相 最重要是 发烧到底是我们的敌人 或者是我们的朋友 我回来香港 我说八、七年左右 很快我就制造了一系列 大概有四个录音带 就是讲解最基本的 自然医疗的基本概念 其中有病是说发烧是有事的 这些带我们最近已经上网了 大家找回我们的网台 可以来听听一下 当时我们所说的 关于发烧到底是我们的敌人 或者是我们的朋友呢? 虽然我们不断说了很多次 但是始终很多家里很多人 在遇到发烧 尤其是当时的朋友发烧 他们就很害怕 很害怕到发毛 想尽办法就要帮他们去退烧 当然过去我们也在网台 跟大家分享过很多很多 关于如何采用和疗法的疗剂 来处理发烧 当然我们的病人也认识了 也买了很多疗剂 我们也和大家一起讲解过 我们家里可以避免很多疗剂 去处理这些问题 当然他们就企图用疗剂去降烧 发现很多时候他们未必成功 烧可能有某些疗剂 譬如佩罗多娜又压了一会 然后又回来了 然后又用另一个疗剂 试了几个疗剂 就乱了龙了 不知道怎样转好 就立即带个小朋友来看我们 看着小朋友 好像今天又发生了这样的情况 看着小朋友是好人一个 虽然有少少烧 烧多数是日头好一点 人物又差一点 就是高一点 那个小朋友基本上 不是很辛苦 没有什么病态 但始终的人一定要禁止他 我觉得值得再重复重复和大家说清楚 到底发烧应该如何去看待他 当然一般人 目前医疗环境 一般人遇到发烧 都快要找一些对烧药 用菲律固醇的烧原药 例如Moltrin 或者泰伦罗这些 这是例行的东西 用西药 当然有人用同样的疗法去处理 但是最大问题 其实我们要认识 其实发烧在绝大部分的情况之下 对我们的身体是我们的朋友 是我们帮我们的身体处理很多东西 尤其是当我们的烧到102度的时候 我们身体的白血球吞食的细菌 和病毒的能力是最高的 可以说是在绝大部分的情况之下 发烧对我们的身体是有好处的 是不需要去打压它 不需要按它 反而如果你用一些方法 用一些工具 即使是西药也好 和调化也好 你去按它之后 其实身体就少了一个分裂的机会 每次我们身体病 身体都会经历过一个过程 最终使我们身体的免疫能力 是更加树立到的 如果你不让我们的身体 去经历过一个正常的病的过程 其实你的身体就少了一个机会 学会如何处理疾病 所以在绝大部分的情况之下 大部分的烧是去按它 是没有什么好处的 无论你什么方法都好 都是没有什么好处的 但是当然有些人遇到的情况之下 都想做些事情 有什么可以简单做呢 我一直都跟大家说过很多次了 其实如果我们认同 发烧是我们身体的朋友 我们身体是用温度提升 要加强我们的免疫能力 其实我们应该是帮助烧 不是去按它 最简单的帮助方法 既然身体企图用高烧 用体温升高 来到对付身体患病的问题 所以你怎样帮助体温 其实要帮身体继续维持体温 要增加它 不是减低 通常你的体温要高到某程度 效果可能最好 还有需要少时间 所以我们通常建议 帮助身体体温增加 不是减低 最简单就是喝热水 什么都好 一定家里有热水 很少家里不会有热水 热水当然不要烫厚 来到喝热水 热水起码把体温增加 不是减低 到你的体温增加到某一个时段 它是处理了背后的问题 你的身体自然会出汗 然后就消退 然后你的身体就会好 既然这个过程是这样的 所以我们通常是喝热水 然后就浸热水浴 如果你有些梳打粉 我们就在热水浴缸里 加一半杯一杯的梳打粉 和热水浴 通常在过程里面 你可以用冻毛巾敷在额头上 让它舒服一点 在这里浸浴 浸浴后 就帮病人快速 用肝毛巾拆干身体 去休息睡觉 有机会用热的方法 其实它会很容易加速出汗 出了汗 温度就没有了 身体的汗都会发生热力 但是这个过程是自然的过程 不是强行的过程 所以我们不主张用冻水浴 那些人会浸浴 通常会浸冻水 我觉得不要用浸冻水 不要用一些温和的水 但那种感觉 都是感觉涼快的 都是整整冻你的 不是整热的 我觉得最简单就是 喝热水和浸浸浴 用激热水 这是第一个简单 第二个方法 在自然医院里面 经常有讲及的 就是用一个T-shirt 一个棉侧的T-shirt 和棉侧的物 用冻水浸浸浑 而盡量扭干 自己冲 pre Dialed 拿 killsすごく涼熱水 搬沸浴水 led bagun 洗几水 然后装上倒抄的T-shirt 这个不要濕看水 水直至脉好 и干干 洗涼空装的鱼 我自己用肝的毛巾 或者另一件肝的sweatshirt 即是运动衣服 另一对肝的棉毛、蜜 包裹了,穿上肝的褲子 睡在床上,用毛巾包裹身体 在这个过程里,身体会经历过一个过程 在这种治疗之下,人们会安定下来 身体的发烧会高 因为身体要抵消这些冻毛巾 自然会整热身体来整干冻毛巾 在过程里,温度会高一点 接着就会离开 这是一个很简单的 人家都可以做得到 万一你什么都没有 譬如你家里没有洗浴缸 你就可以试试采取这个方法 我们叫做 wack t-shirt socks and socks 这种治疗方法 即是逼你的身体发烈 因为你的身体自意动动 会懂得发烈 当然除了这个之外 我们有时候用一些简单的草茶包 例如yellow tea yellow是西洋棋草 或者elder flower的切骨毛 西草茶很多时候 很多人在家里都会用得到 我们一般基本体同的疗法里面 有一个疗剂叫做farm force 轮化铁 有些纤维炎 就是一般性的发烧 病人看上去很好的 又不是很疲惫很病的情况 再继续玩 其实用farm force 简单单加上刚才那里 是绝大部分都足够的了 你也不会要求病人半天内 要没有细烧 其实没什么意思的 所以可以这样说 其实绝大部分的时间 我们不需要强行帮他压销 我们可以帮他把发烧的过程加速 如何加速它呢 是将身体加温 身体既然用发烧去医病 那你就要令身体更加懂得发烧 发得完整一些 发得彻底一些 那你就会真真正正搞定病 身体就不需要用发烧了 因为病也会痊愈 这是一个正确的做法 所以这是我们治疗医药里面 一向都强调 如果你什么都没有 我刚才所说的工具 应该大部分都能够做得到 好了 跟大家分享一些资料 就是体温 其实什么叫正常体温呢 我通常觉得正常体温应该98.6 这是很多是公认的 很久都一直说的 98.6是正常体温 其实是否正常体温应该这样 其实这个数字是怎么来的呢 这个数字是一位德国医生 叫Karl Woodenlich 在1868年 曾经为25,000人做了100万次体温量导 你记得当时没有电脑 还用手做的 他发现了原来在当时的量度 人的平均体温是37度 即是98.6度 即是98.6度 当时记得 1868年 百多年前 人的温度是这样的 好了 接着 18年之后 有另一群科学家 Philip McCowick 这位医生 他就在Virginia医院中心 再重新去研究一下 所谓的平均温度 他发现是错的 原来他再重新 帮148位男性和女性量度温度 发现原来他们的厚康温度是36.8度 不是37度 而是低一点 即是应该是98.2度 而不是98.6度 还有他发现 早期在德国一百多年前 量体温在哪处呢 是脚底的量量 其实不是那么准确的地方 而接着来 苏联也做了一些研究 他认为应该是36.6度 才是正常的 好了 因为他们再重复做这个研究 发现其实温度不是早期一百年前那么高 是低一点 但最重要的是 我们没有一个标准的温度 其实所有人的温度 都会在一天里高低低 通常早上会低一点 也在晚上会高一点 所以正常来说 我们通常温度都有一点高低 有些人可能是1.6度的华视 有高低度 比如早上可能是98.6度 到下午可能是99.9度 都是属于正常的 所以一两度的差别都会这样 所以最重要的是 但是这个人是不是发不发烧 他就建议 其实应该是 我们平时都要知道自己 到底自己的平常 正常的温度应该是多少 不要用一边的公开数字 就是这样的 如果你平时花几天的时间 就自己量一下体温 当然最准确是口腔 除非口腔有些发炎 有些牙齿、牙蓝、牙周病 当然会令到口腔的温度会比较热 这就不准确 所以有时候会用一些 隔底去量 所以我们试试 或者用几天的时间 或者用几天的时间去做 通常可以用凉后 或者用几分钟 才去做这些 也可能在运动之后 一个小时才去量 这个就比较准确 你知道自己的体温是怎样 才知道你是否真的发烧 或者没有发烧 好了 这些是我们搜集到很多这方面的资料 我们确实可以看到 应该 以前的人的体温是比较高一点 98.6% 这个真的有25,000人量出来的 反而最近另外在美国医生 那群人148个男女去量 发现是低了 那到底是什么 是否以前搞错了 其实有种 如果大家听过我们的节目 都会听过我们的节目 曾经有说过 很多时候有一种症状就是hypothyroidism 即是甲上线低的症状 普遍性的 其中现在很多人的体温比较低 原因就是我们甲上线的功能是变差的 令到我们的体温普遍跌下来 不可以说当时的资料是错的 当时的人的体温是比较高的 其实体温偏高的人 我觉得体质是比较好一点 很多时候我们都说 癌症是一个寒量的体质 年纪大的人 通常体温慢慢减低 小孩子的体温是很热的 所以可以这么说 第一我们的体温温度 以前的资料可能已经误度了 现在普遍的人在体温 不是以前说的98.6 应该是98.2 但记住每个人的个别人 在不同程度之下 体温都会高高低低 但最重要是 如何都好 体温高一点 其实是没有问题的 我们的任何方法 来企图降温 其实对身体来说 都是不好的 没有什么大帮助 Robert Mendelsohn 这位儿科教授 很早期写很多这方面的书籍 其中有一本书 《How to raise a healthy child in spite of your doctor》 这本书我们健康店还可以卖 《Confessions of a medical heritage》 这本书已经断组版了 他也很强调任何方法去降消 对身体都不好 虽然我们幼稚也幼稚的方法 但大部分情况之下 大部分的烧是不需要强行降 就算有同样的疗法治疗剂 去用 其实对身体是没有什么大帮助 反而让自己身体经历正常的过程之下 你的身体真正的健康会好起来 如果不然 你强行降降降 用自然疗法降也好 用同样的疗法降也好 用心液降也好 你试一下不要去拿药禁 让身体经历过一个发烧的正式病的过程 让病是完整整的经历过去 他的身体真正有免疫能力 反而有很大机会 他不会经常发烧这个问题 当然在我们的疗势里面 我们也有很多不同的疗势 在过去在我们的节目上 其实也和他介绍过 大家在我们的网上 或者直接进入我们的网址 可以找回我们有关的节目 谈谈和疗法用什么疗势 的处理方法 但我为什么今天又想说 因为最近我又遇到一些病人 又是这样 为了小朋友发烧 因为他用了药 已经用到病征 已经搞了疗势 因为很多时候 我们通常在同外疗法 在过去有很多有关于发烧 你知道一百二百年前 我们没有什么实现实的 其实很多时候 都靠我们检察 其中是检察病人的发烧 由发烧正确的表现 可以知道病人是什么病 不是靠检察 可能是肺炉 可能是malaria 可能是伤寒病 这些都是由他发烧症状表现的方法 可以帮我们做到一个正确的诊断 很可惜 今时今日 我们没有什么机会 遇到这些临床的现象 让我们可以学到 病人 通常 病人有少少烧 就拿药禁了 但最重要是记住 而神仙千万不要用阿士不灵 因为阿士不灵 会对病毒性的发烧 神仙大部分都是病毒性的发烧 会凝致出了一种叫Ryde syndrome Ryde syndrome 是令到患者一半死亡 过去看我的节目也听过很多次 就是1917年、1918年的流感 死亡很多是年轻的人死的 不是年长的人 不是小朋友 是年轻、年轻、力壮 当时在军队当兵的 18、17、20、21病 死得最快 早上好,下午就死了 为什么呢? 因为当时处理的流感就是阿士不灵 阿士不灵对病毒性的发烧 当然很多流感都会有发烧 现在就会出现一个副作用的病 叫Ryde syndrome Ryde syndrome一半死亡 所以记住大家对发烧 希望有一个正确的观点 不用太紧张 绝大部分发烧 对身体是有益的 是不会有问题的 当然了 多谢袁先生的分享和解释 作为一些父母 看到年幼、幼、小孩 可能发烧 正确是要查清楚 究竟他们背后是什么原因发烧 会不会是小朋友 因为周围摸 吃错了东西 然后腸胃不息 发烧 或者是出牙齿 不要单独一个症状 立即要求退烧 但有时可能就是说 小孩可能是发烧 但一样很正确的 到处玩、到处跳 只不过要足够 不要让他们脱水 和有足够的休息 可以等他们 像刚才医生说 他经历了一场正确色的发烧 自己的身体 自然会建立完整的免疫系统 能力 以后相认会更加重复的问题 更加懂得身体如何处理 多谢袁医生今天和我们分享 如果有急切性问题 可以打以下电话 与袁医生做一个预约的会诊 电话号码是25773798 想了解一下 刚才袁医生提供过的产品 可以联络 陆创意健康店 电话号码是28824848 海外的听众也可以透过Skype 和袁医生做一个网上的会诊 可以E-mail到 cs.naturalhealing.com.hk 想重温我们的节目 可以上我们的网址 www.sourcewadio.com 又或者上YouTube搜寻自然疗法与你 就可以听我们的节目 谢谢袁医生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